李正宇嚴祖宣讀完畢 报告院会 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 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 做以下之宣告 第二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确定 请宣读第二案 本院委员吴玉琴得二十人理据 民法亲属边增定部分条文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解罰证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三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理据 立法院直选行事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解罰证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四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理据 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之一 及第十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解罰证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五案 本院委员赵天龄等十八人理据 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六案 本院委员赵天龄等十七人理据 并葬管理条理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七案 本院委员赵天龄等十六人理据 并葬管理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八案 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八人理据 教育部体育署组织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解罰证教育及文化两位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九案 本院委员何欣春等二十人理据 环境教育法第一条第九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受福利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案 本院委员张亮万坚等二十人理据 国民体育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一案 本院委员黄宗一等十六人理据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二案 本院委员黄宗一等十七人理费指 中国农民银行土地债券法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三案 本院委员蒋乃兴等十六人理据 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四案 本院委员蒋乃兴等十八人理据 行政委组织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五案 本院委员蒋乃兴等十六人理据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三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六案 本院委员王玉敏等十七人理据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五条及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约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七案 本院委员林立成等十八人理据 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 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约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八案 本院委员赖世保等十七人理据 保险法第163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约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十九案 本院委员王惠美等十七人理据 商业团体法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约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二十案 本院委员张立善等十六人理据 殡葬管理条例增定第21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约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二十一案 本院委员张立善等十七人理据 电业法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经纪委员会审查 请约会有意无意通过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员段一康等十六人理据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启发政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二案 国民党党团有意义决定 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下案 第二十三案 本院委员蔡逸宇等十八人理据 中华民国刑法删除第118条 及第160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启发政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三案 国民党党团有意义决定 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下一案 第二十四案 本院委员蔡逸宇等十六人理据 劳工保险条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启发政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四案 国民党党团有意义决定 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下一案 第二十五案 本院委员蔡逸宇等十六人理据 与会法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五案 国民党党团有意义决定 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下一案 第二十六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离聚 立法院议事规则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情深一案 程序有会意见 你请约会交司法启发政委员会审查 第二十六案 国民党党团有意义决定 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 第二十七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离聚 来 等一下 第二十六案 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进行表决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表决 先按您七分钟 先按您的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一案 多两小时代力量党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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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就采取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 赞成者按赞成 反对按反对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成者多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 陈委员齐迈声明对刚才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请宣读第27案 第27案 本院时代力量脑坛已废止 立法院点名表决办法请宣议案 程序委员会意见 你起又会交入司法解法证明会审查 第27案 国民党党团有意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意见重新提出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针对本案进行表决 那么我们现在就针对第27案 是否依照程序委员会的意见 我们现在要进行表决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纪名表决 针对报告事项第27案 照程序委员会意见处理 纪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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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27案之表决 出席96人 赞成27人 反对29人 去全林人 贊成者多数 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 请宣读第28案 第28案 卫生福利部财政部汉文修正 来宣读28案 第28案 卫生福利部财政部汉文修正 烟品健康福利圈分配及运作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位有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通过 第29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4年职场周全性健康促进模式之发展 与成效评估研究计划成果报告战要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通过 第30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5年度中央政策组认算决议 前送提高我国承照服务涵概率 满足长照需求并顺利衔接长照保险制度之检讨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30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下案 第31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5年度中央政策组认算决议 前送有关领导医疗相关人力不足之检讨改善办理情形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31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1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5年度中央政策组认算决议 简送依据实际需求及地区别 协助解决长照资源公布应求 落实长照计划目的之检除进行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32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3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认算决议 简送改善长照服务人力需求之书面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4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议算决议 简送有关妥善运用长照基金 提出具体辅导计划 鼓励业者改善服务品质一案之说明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5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105年度中央政府组议算决议 简送有关安宁缓和医疗相关情绪之说明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6案 卫生福利部含总 爱滋防治第六期五年计划 我国加入WTO2035消除结合第一期计划 及我国因应流感大流行准备第三期计划设和定本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7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修正 食品中霉菌毒素检验方法 玉米赤霉毒素质检验 MOHWT0003.02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8案 卫生福利部含为修正 食品器具容器包装检验方法 玻璃陶瓷器施法郎制检验 MOHWU0009.03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39案 卫生福利部含总 开发及建设台湾GIS制胖环境监测系统 103至104年成果报告摘要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39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0案 国防部含总 105年度第二季 公款补卷助团体及个人情刑际报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卫生环境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1案 司法院含总 该院主管 105年度第二季 补卷助团体及个人经费 执行请行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司法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41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0案 科技部含总 各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区 105年第二季 于各媒体办理政策 宣导相关制广告执行情形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3案 科技部含总 该部级所属 105年第二季 补卷助民间团体及个人经费资料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4案 内政部含总 该部主管 105年度第二季 补助县市政府团体及个人之 奖补助经费期报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5案 内政部含总 该部主管 105年度第二季 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 执行其刑期报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6案 内政部含总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办理都市更新案 105年第二季 推动情形及进度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46案 国民党党团体谊 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7案 内政部含总 警察广播电台 105年4月6月 承接委制节目会整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47案 国民党党团体谊 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8案 行政院含为修正 行政院出户规程 第7条第17条之一 第28条条文旗 行政院编制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第48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49案 行政院含为修正 中央队直辖 市及县市政府 补助办法第8条 及第24条条文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财政委员会 第49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财政委员会 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0案 经济部韩总台电中油 太唐级台水公司 105年6月份 公益支出委托调查 会费 捐助其牧林支出 明细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经济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1案 经济部韩总该部级 所属 结束105年第二季 于各媒体办理政策 宣导师相关广告会整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经济委员会 第51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2案 经济部韩总台湾中心职业 高雄硫酸亚 及台湾选农工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 105年第二季 清理工作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经济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3案 经济部韩总 105年度第二季 博助社会人民团体 裁券法人 县市政府及个人 补坚助经费会总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经济委员会 第53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4案 经济部韩总工业局 105年度第二季 博助社会人民团体 裁券法人 县市政府及个人 补坚助经费会总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经济委员会 第54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5案 教育部韩总该部主管 105年度第二季 补坚助经费 执行清新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55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6案 教育部韩总教育部 如何有效运用 年度奖补出经费 促进各大专校院 经济与培植各领域夜市 提出具体规划方案 书面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56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 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7案 教育部韩总该部 主管105年度第二季 政策宣导相关广告 执行清新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8案 教育部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韩文修正 大陆地区台商学校设立 及辅导办法部分条文 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 第58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59案 交通部行为修正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 公运直航许可管理办法部分条文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交通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0案 交通部行为105年度 中央政府组合算决议 减奏有关大众运输发展 基金相关课题研究书面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交通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1案 交通部行为105年度 中央政府组合算决议 减送推动游历车种转程 以票证系统资讯化的 经济为基础 提供消费者更妥善精确的 行程规划之书面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交通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2案 国家发展委员会 从105年度4至6月 与一个媒体办理政策 宣导师相关广告会整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经济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3案 请自明公共工程委员会 函送105年度第二季 对国内团体捐助 请行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交通委员会 第63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4案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函送105年第二季 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 及有限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 公款补宣著情形期报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交通委员会 第64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交通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5案 行政院主席总处 函送105年度第二季 依预算法第62条 之一办理政策 宣导相关之广告调查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财政委员会 第65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6案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函送甘暑及所属 与捐助成立之财队法人 105年第二季 广告执行情形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66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 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7案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 函送甘暑主主管 105年度截至第二季 补捐奖助情形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67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 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8案 公平交易委员会 函送105年度 截至6月底 政策宣导广告预算 执行情形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经济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69案 文化部还送该部级 所处105年度第二季 补助县市政府预算 部副及补助国内团体 情形及报表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69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0案 文化部还为105年度 中央政府组案算权役 减送有关国家形象推广计划 书面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70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1案 文化部还为105年度 中央政府组案算权役 减送新著名博物馆 及电影政策书面报告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第71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2案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韩总 该属及所属105年第二季 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信心 程序有会见 你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72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3案 中央选举委员会 减送该会及所属105年度第二季 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信心 程序有会见 您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73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下一案 第74案 福建省政府 韩松105年度第二季 补圈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 或个人经费报告表 程序有会见 您请用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74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5案 考试院行政院行为修正 公教人员保险法 需行细则部分条文 程序有会见 您请用会交司法计划审委员会 第75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6案 考试院行政院行为修正 政务人员退职辅恤条例 施行细则部分条文 程序有会见 您请用会交司法计划审委员会 第76案 国民党党团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7案 请就院农业委员会和韩宗 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 与印度台北协会农业合作 了解备忘录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 两委员会 第77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经济外交及国防 两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8案 请就院农业委员会韩宗 中华民国政府与巴布亚牛 及南亚政府间 留与业合作了解备忘录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 两委员会 第78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经济外交及国防 两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79案 财政部韩宗 该部及所属 105年度第二季 与各媒体办理政策 宣导相关广告明细表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财政委员会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80案 援助民族委员会 韩宗 该会及所属 与参专法人 援助民族文化事业基金 会105年度第二季 广告费执行清新表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80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81案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来传送 105年度第二季 不捐助经费议栏表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内政委员会 第81案 国民党党团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82案 劳动部韩颂该部级 所处105年度第二季 博助社会人民团体 财政法人及个人之 补助经费栏表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 社会理&博生环境委员会 第82案 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社会福利及卫生 环境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第83案 中央银行韩颂 投资财经资讯股份 有限公司 105年度 营运及资金运用计划 程序有会见 您请会交财政委员会 第83案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 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问会友谊 无议通过 蒋委员万安申民 对刚才第26案 之表决 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将委员启程声明 对刚才报告四项之表决 全部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刘委员建国声明 对刚才报告四项之表决 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苏委员正清声明 对刚才表决 以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廖委员国栋声明 对刚才表决 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报告院会 第八十四案以下 请一并宣读 宣读后 除第八十四案 至第八十八案 同意展研审查期限外 其余各案均准预备被查 请宣读 第八十四案 至八十八案 为本院教育及文化财政委员会函 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 均以于立法院制宣行事法第六十一条 锁定审查期限 请提报院会存查 第八十九案 及九十案 为行政院寒送本院 卢委员修约 蒋委员乃兴等 所提临时提案 至延除情刑 第九十一案 为本院人事处 还未废止 立法委员公费助理 退休准备金监督委员会设置要点 质询事项行政院答复部分 行政院寒送本院张廖委员万坚等 所提质询至书面答复共八十件 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 本院王委员惠媒等 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三十八件 宣读完毕 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 讨论事项第一案 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六条 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读审查报告 本院社会福利及乌生环境委员会 于一百零五年七月十一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审查本案 会议由王兆景委员玉米担任主席 劳动部部长郭芳玉 法务部参讯刘成坤等 分别应邀列席说明背询 与会员于听取说明 寻达期大体讨论后 全其对法案进行审查及缜密讨论 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 达成共识 将全案审查完均 原亲决议 全案审查完均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 本案于院会进行恶毒前 不交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本法案时 由王召集委员玉米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现在请召集委员 王委员玉米补充说明 不说明 那么本案今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学商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出异议 我们依照立法院 职权行使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 本案做如下决议 交党团进行学商 现在进行讨论四项第二案 关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本案经第一会期 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全案经过恶毒 下次会议进行三读 现在进行三读 请宣读经过恶毒之条文 请宣读 第三条 关税制宣收及进出口户税则之分类 除本法利用规定之外 依海关进口税则之规定 海关进口税则 令清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 财政部为 研议海关进口税则之修正 及特别关税之课程等事项 得邀及有关机关及学者专家审议之 第八条 纳税医务人为法人合伙或非法人团体者 解散清算时 清算人于分配剩于财存前 应依法分别按关税执纳金 制报费 利息法还及应追缴之货价 应受清偿之顺序则清 清算人违反前项规定者 应就为清偿之款项付缴奈义务 第九条 依本法规定应征之关税 只拿清制报费利息 罚还或应追缴之货价 自确定之一日起 五年内未经遵旗者 不再遵收 但于五年期间戒满前 以移送执行 或以依强制执行法规定 声明参与分配 或以依破审法规定 宣报债权尚未解案者 不再此限 前项期间之计算 于应征之款项确定后 精准与分歧或延期缴纳者 自各该期间戒满之一日起算 关税正拿清制报费 利息罚还或应追缴之货价 于征收期间戒满前 以移送执行者 自征收期间戒满之一日起 五年内未经执行者 不再执行 其于五年期间戒满前 已开始执行 仍得继续执行 但自五年期间戒满之日起 已于五年尚未执行终结者 不得再执行 本法中华民国 105年10月21日修正制条文实行前 已移送执行尚未终结制案件 其执行期间 依前项规定办理 前四项规定 于本法规定应征之费用准用之 第十条 依本法应办理知识上 应提出之报单 及其他相关文件 才与海关电脑 连线于电子资料传输方式办理 并经海关电脑记录有案者 视为已依本法规定办理或提出 海关得以货物通关自动化实施情形 要求经营报关运出承揽 仓储 货位集散站 及其他与通关有关业务之业者 以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方式处理业务 前二项办理连线或传输之登记 申请程序管理通关程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海关所为各项核定 处分通知或决定之送达 得以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方式行之 并与电脑记录 经营与海关电脑连线或电子资料传输 通关资料业务之通关网络业者 应经财政部许可 其许可与费值之条件 最低资本额营运项目 搜费基准营业时间之审核 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21条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得于货物进口前 向海关申请预先审核进口货物之税则号别 海关应以书面答复之 海关对于前向预先审核之税则号别 有所变更时 应续明理由 以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经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举证证明其已定定契约并据进行交易 且将导致损失者 得申请延长海关预先审核税则号别之适用 并以延长90日违限 但变更工资税则号别 涉及货物输入规定者 应以货物进口时之相关输入规定办例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不服海关预先审核之税则号别者 得于货物进口前 向财政部官务署申请复审 财政部官务署除有正当理由外 应为适当之处理 第一项申请预先审核之程序 所需文件 海关答复之期限 及前向复审处理之实施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二十二条 货物应办之报官纳税等手续 得委托报官业者办理 其向海关递送之报单 应经专责报官人员审核签证 前向报官业者应经海关许可 使得办理公司或商业登记 并应于登记后 减付相关文件向海关申请合发 报官业务证照 报官业者之最低资本额 负责任经理人与专责报官人员 应具备之资格 条件职责许可之申请程序 登记与变更证照之申请 欢发 废止 办理报官业务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二十六条 未完成海关 放行手续之进出口货物 得经海关核准 暂时储存于货站或货柜集散站 前向货站或货柜集散站业者 应向所在地海关申请登记及缴纳保证金 其应具备之资格条件 保证金数额与种类 申请程序 登记与变更 证照之申请 欢发废止 货柜与货物之存放 移动通关 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二十七条 未加速通关快递货物 邮包物品等于特定场所办理通关 前向办理快递货物通关场所之设置条件 地点快递货物之种类 业者资格货物太阳 货物识别 货物申报 理货通关程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一项 邮包物品之通关场所 应办理报关之金额 条件申领验收 通关程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条 海关对进口货物原产定之认定 应以原产定认定标准办理 必要时 得请纳税义务人提供产地证明文件 在认定过程中如有争议 纳税义务人得 启求货物主管机关或专业机构协助认定 其所需费用 投由纳税义务人负担 前向原产定之认定标准 由财政部会同经济不定之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得于货物进口前 向海关申请预先审核进口货物至原产地 海关应以书面答复之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不服海关预先审核至原产地者 得于货物进口前向海关申请复审 第三项申请预先审核之程序 所需文件 海关答复之期限 及前向复审处理之实施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条之一 海关为确保货物安全 对于保税运货工具 与经海关核准之运货工具及卸存码头 是海运货柜得加封封条 下列业者经申请海关许可 得于锁定运货工具 与海运货柜加封自备封条 一 经海关登记且运输工具为船 或是运输业承软业 就其所在之海运货柜 而经海关核准时是自主管理 且位于机场管制区外之航空物及善战业 就其自有之保税运货工具 三 经海关核准时是自主管理之物流中心业 就运出该物流中心之海运货柜 保税运货工具或经海关核准之运货工具 四 经海关登记之内陆货柜 集散站业 就进出该集散站 或是该集散站转运出站之海运转口货柜 前二项所称封条 只以单因识别码标记 可供海关查证并确保货物安全之装置 第二项 业者申请海关许可使用自备封条 应具备之资格 条件 承拒自备封条之类别 验证基准使用范围 校正管理许可之费指 与重新升级几下应存行事项之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36条之一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得于货物进口前 向财政部官署署申请预先审核进口货物之实附 或应付价格有无第29条第三项规定 或其他应计入还税价格之费用 审核式答复应以书面为之 财政部官务署对于前项 预先审核结果有所变更时 应续明理由 以书面通知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于收到书面通知后 得提出证据证明 其已订定契约并进行交易 适用变更后之审核结果将导致损失 申请延长原预先审核结果之适用 延长已收到书面通知 至一日起九十日违线 纳税义务人或其代理人 不服第一项预先审核之结果者 得于货物进口前 向财政部官务署申请复审 第一项申请预先审核之程序 所需文件达复之期限及前上 副审处理之实施办法 由财政部定之 第三十九条 从价课征关税之进口货物 其外币价格因责算为新台币 外币责算之货率 由财政部官务署参考 外汇市场其期货率定期公告之 第四十三条 关税之缴纳 自税款缴纳证送达至一日起 十四日内为之 依本法所处罚还及追缴或加之缴纳 因此处分确定 收到海关通知之一日起 十四日内为之 处理货物变卖或销毁货物 因缴支费用 因此通知出送达至一日起 十四日内缴纳 第四十八条 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欠缴因缴关税 至纳金质报费利息 罚还或应追缴之货架者 海关得救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相当于应缴金而知财产 通知有关机关 不得为移转或设定他向权利 其为盈利失业者 并得通知主管机关限制 其减资支单纪 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未经扣押货物或提供适当担保者 海关为防止其盈利或移转财产 以逃避执行 得于税款缴纳证或处分书送达后 就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相当于应缴金额部分 申请法院救起财产 实施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 避免提供担保 但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以提供相当担保者不在此线 倾向实施假扣押或其他 保全措施之财量 基准及作业办法 由财政部顶之 民法第242条之第244条规定 于关税之征受准用之 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以确定之应纳关税 依本法于海关祭祀条例所处罚还 及由海关代专制应纳税捐 借法定缴纳期限而为缴纳者 其所欠金额单机或合计 个人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 法人合伙组织 独资商号或非法人团体 在新台币200万元以上者 在行政救济程序确定前 个人在新台币150万元以上 法人合伙组织 独资商号或非法人团体 在新台币300万元以上 得救财政部行情内政部移民署 限制该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或其负责人代表人管理人出国 财政部行情内政部移民署 限制出国时 应同时以书面序名理由 并附计救济程序通知当事人 以法送答 海关未执行第一项前段 或第二项会定者 财政部不得以第五项规定 含请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国 但经查纳税义务人或受处分人 无财产可供执行者 不在此线 限制出国之期间 自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国之日 起不得于五年 纳税义务人受处分人 或其负责人代表人 管理人经限制出国后 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财政部因含请内政部移民署 结束期出国限制 一 限制出国已于前项锁定期间 二 因缴清限制出国时之欠税及罚还 或向海关提供欠税及罚还之相当担保 三 经行政就聚程序终结 确定之欠税及罚还 合计为达第五项锁定之金额 四 一 本法限制出国时之欠税及罚还 已于法定征收期间 五 欠缴之公司组织 已依法解散清算 且无剩余财产可资底缴欠税及罚还 六 欠缴人就其所欠税款 以依破产法规定之和解 或破产程序分配完结 第四十九条 下列各款进口货物免税 一 总统副总统应用物品 二 住在中华民国之各国水灵馆外交官 领事官与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机关及人员 进口之公用或自用物品 但以各该国对中华民国给予同样待遇者为宪 三 外交机关进口之外交邮带 政府派出国外机构人员 任满调毁携带自用物品 四 军事机关部队进口之军用武器 装备车辆舰艇航空器 与其附属品及专攻军用之物资 五 办理救济实验之政府机构 公益慈善团体进口或受赞之救济物资 六 公司立各企学校教育或研究机关 以其设立性质 进口又于教育研究或实验之必需品 与参加国际比赛之体育团体训练 及比赛用之必需体育器材 但以成品为谢 七 外国政府或机关团体赠送之勋章徽章及其类似之奖品 八 公司文件及其类似物品 九 广告品及货样 无商业价值或其价值在限额以下者 十 中华民国于船在海外捕获之水产品 或新政府和转由中华民国人民 前往国外投资国外公司 以其所属原为中华民国渔船 在海外捕获之水产品运回数量 合余财政部规定者 十 一 经捞货之沉没船舶舶舶舶及其器材 十二 经营贸易届满二年之中华民国船舶 应与灵获其他原因核准解体者 但部署船身固定设备之各种船用物品工具 备用之外或存有者不包括在内 十三 经营国际贸易之船舶舶舶舶 或其他运输工具专用之燃料物料 但外国籍者以各该国对中华民国 给予同样待遇者为限 十四 旅客携带之自用行李物品 十五 进口之油包物品塑料 联系在限额以下者 十六 政府机关自行进口或受赠防疫用之药品 或医疗器材 十七 政府机关为紧急救难自行进口或受赠之器材与物品 即外国救难对人员为紧急救难 携带进口之装备器材 救难动物与用品 十八 中华民国籍船员在国内设有户籍者 自国外回航或调案携带之自用行李物品 前项货物以外之进口货物 其同批完税价格合并计算在财政部公告之限额以下者免税 但进口次数频繁或经财政部公告之特定货物不适用之 第一项第二款是第六款 第九款 第十四款 第十五款 与第十八款所定制免税范围 屏幕数量 限额通关程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前项淡数进口次数频繁之认定 由财政部顶之 第七十五条 海关异地十三条第二项 及第十四条规定进行调查时 被调查人规避妨碍或拒绝提供资料 到场被取货配合调查者 处新铁币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下罚还并得暗次处罚 第七十八条 违反第五十九条第二项规定 将保税工厂之产品免征关税之原料出厂 或将为一第五十九条第三项淡数规定 补缴关税之自用机器设备输网课税取折 以私运货物进口论 依海关祭司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第八十二条 经营于海关电脑连线 或电子资料传输通关资料业务之通关网络业者 违反第十条第五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营运项目收费基准 营业时间或管理之规定者 财政部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铁币十万元上五十万元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传输通关资料业务 或废止其许可 第八十四条 报关业者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证照申请 换发或办理报关业务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铁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违规其结重大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之报关业务或废止报关业务证照 专则报关人员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专则报关人员职责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铁币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之报关审核签证业务或废止息登记 第八十六条 保税运货工具所有人 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 证照之申请 混发或保税运货工具使用管理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铁币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重运货物或废止其登记 第八十六条 获善货货货货极三占业者 违反第二十六条 第二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 混发货货极货物之存放移动 通关或管理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铁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或违规请期的重大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禁除货货极货货货废止其登记 第八十七条 经营快递业务之业者 办理快递货物通关 违反第二十七条 第二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业者资格货物太阳 货物识别货物申保 离货或通关程序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铁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快递货物通关之业务 第八十八条 保税仓库业者违反第五十八条 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 证照之申请换发 保税仓库之设备建制 货物之存储或管理职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禁除保税货物 按月会报或费指席登记 第八十九条 保税工厂业者违反第五十九条 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 证照之申请 换发保税工厂之设备建制 保税物品之加工管理通关 或产品内销应办 补税程序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保税工厂业务之一部或全部 按月会报或废止其登记 第九十条 物流中心业者违反第六十条 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 证照之申请 换发货物质管理 或通关制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货物净除 按月会报或废止其登记 第九十一条 免税商店业者违反第六十一条 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变更登记证照之申请 换发货物质管理 通关或销售之规定者 海关得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 或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暗次处罚 处罚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 得停止六个月以下 免税商店业务之经营 或废止其登记 第九十一条 办理外销品冲退税之厂商 违反第六十三条 第五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冲退原料关税计算 或记账冲销之规定者 海关得停止 厂商六个月以下之记账 第九十五条 一本法应缴或应补缴之下列款项 除本法领有会定外 经限期缴纳借其为缴纳者 依法移送强制执行 一关税之拿经质报费利息 二依本法所处置罚还 及追缴之货价 三处理变卖或销毁货物所需费用 而无变卖价款可供扣除或扣除不除者 但已在处理前通知纳税义务人者为限 纳税义务人对钱项缴纳有意义时 存用第四十五条字第四十七条之规定 第一项应缴或应补缴之款项 纳税义务人已依第四十五条规定申请复查者 得提供相当担保 申请暂缓移送强制执行 但已依第四十五条规定提供相当担保 申请将货物放行者免再提供担保 第一项应缴或应补缴之关税 应叫普通债权拥先清缴 宣读而必 好 谢谢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 好 没有文字修正 我们做以下决议 关税法第三条 第八条至第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六条 至第二十八条之一 第三十六条之一 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九条 第七十五条 第七十八条 第八十二条 第八十四条 至第八十七条 第八十八条 至第九十二条 即第九十五条 条文修正通过 现在进行讨论四项 第三案 就业服务法 第五十二条 条文修正草案 请宣途审查报告 本院社会福利及 卫生环境委员会 于一百六年五月九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 由林召集委员属分担任主席 劳动部部长陈雄文等 分别应邀练习说明 被询 本院社会福利及 生环境委员会 赋予一百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举行全体委员会议 继续审查本案 由林召集委员属分担任主席 劳动部部长 郭芳玉等 分别应邀练习说明 于货员于听取说明 寻达期大体讨论后 选及对法案进行 逐条审查及准密讨论 经在场委员充分沟通交换意见后达成共识 将全案审查完均 原今决议 全案审查完均 拟据审查报告提报约会 本案不需交党团协商 约会讨论本案时 由林召集委员属分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好 谢谢 现在我们请召集委员 林委员属分补充说明 好 不说明 那么本案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 好 没有意义 那么本案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就业服务法 请宣读条文第52条 第52条 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一款之第7款 及第11款规定制工作 许可期间最长为3年 其漫有继续聘雇之需要者 雇主的申请转言 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8款之第10款规定制工作 许可期间最长为3年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 雇主的申请转言 其其行及期间 由行政院以命令定制 但属重大工程者 其转言期间最长以6个月为限 前项每年得引进总人数 依外界劳工聘雇警戒指标 由中央主管机关邀及 相关机关劳工雇主 学者代表协商制 受聘雇之外国人 于聘雇许可期间 无违反法令规定情绪 而因聘雇关系终止 聘雇许可期间届满出国 或因健康检查不合格经反国治疗 再检查合格者 得在入国工作 但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八款制 第十款规定工作之外国人 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 累计不得于12年 且不适用前条 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 前项但书所定之外国人 于聘雇许可期间 得请假反国 雇主应与同意 其请假方式日数 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九款规定 家庭看护工作之外国人 且经专业训练或自立学习 而有特殊表现 符合中央主管机关 所定资资格条件者 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 累计不得于14年 且向资格条件 认定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宣读而必 谢谢 就位服务法第52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没有意义 那么现在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52条 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一款之第7款 及第11款规定制工作 许可期间最长为3年 其满有继续聘雇是需要者 雇主的申请展言 聘雇外国人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8款之第10款规定制工作 许可期间最长为3年 有重大特殊请行者 雇主的申请展言 其期间由行政院以命令定制 但属重大工程者 其展言期间最长以6个月为限 前项每年得引进总人数 以外籍劳工聘雇期间指标 由中央主管机关 邀籍相关机关 劳工雇主学者代表协商之 受聘雇之外国人 于聘雇许可期间 无违反法令规定情绪 而因聘雇关系终止 聘雇许可期间届满出国 或因健康检查不合格 经反国治疗再检查合格者 得再入国工作 但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8款之第10款规定工作 至外国人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 累计不得于12年 且不是用前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 前项但属所定制 外国人于聘雇许可期间 得请假返国 雇主应与同意 其请假方式日述 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从事第46条 第一项第9款规定 家庭看护工作至外国人 且经专业训练或自力学习 而有特殊表现符合中央主管机关 所定制资格条件者 其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期间 累计不得于14年 前项资格条件认定方式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制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 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好 没有文字修正 我们做以下决议 就业服务法第52条条文 修正通过 现在我们进行讨论四项第四案 动物用药 用药 用药品 管理 管理法 部分条文 修正草案 请宣途 审查报告 本院经济委员会于 105年6月16日 及105年6月27日 举行确定委员会议 由召集委员苏正新担任 主席审查本案 会中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曹启宏等 练习提出说明 并答复委员质询 与会员听取报告后 请认本案却有 尽速修正之必要 应与支持 经讨论后 原决议修正通过 令通过附带决议一项 全案审查完毕 据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院会讨论本案前 不许交由党团协商 并由苏召集委员正新 与院会讨论时 补充说明 宣读完毕 请召集委员 苏委员正新 补充说明 好 不说明 那么本案 经审查会决议 不需再交由 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意义 好 没有意义 那么本案 经一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 逐条讨论 动物用药品 管理法 请宣读条文 第一条 第一条 为增进动物用药品品质 维护动物健康 健全序幕事业发展 特制定本法 宣读完毕 第一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三条 第三条 本法所称动物用药品 指下列各款之一只原料药 制剂或制剂其成药 依微生物学免疫学或分子生物学学理制造 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生物药品 二 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之抗生素 三 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定 专攻诊断动物疾病之诊断剂 四 前三款以外 专攻预防治疗动物疾病 促进或调节其生理技能之药品 宣读完毕 第三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三条之一 本法所称制剂 只以原料药精加工调制 制成一定剂型及剂量之动物用药品 制剂之剂型种类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制剂分为受医师所处方药品及非处方药品 前向受医师所处方药品之屏幕 买卖条件使用方式处方签记载事项 保存贩卖因记录资料及其他因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 第三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五条 第五条 本法所称动物用禁药 指动物用药品有下列各款行情之一者 以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禁止制造 调剂输入输出贩卖或陈列 而未经核准上次输入 但旅客或随交通工具服务人员 携带第三条第一款以外 动物用药品入境 供自家宠物使用 且符合一定种类 寄刑及数量者不在此线 前向第二款是一定种类 寄刑及数量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财政部公告之 宣读完毕 第五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二条之二 第十二条之二 动物用药品质标签及防灯 应依核准分别记载下列事项 一 动物用而厂商名存及地址 三 品名及许可证字号 四 有效成分含量用法及用量 五 主制效能性能或是印证 六 副作用经济及其他应注意事项 七 停要期间 八 制造日期及批号 九 有效期间或失效日期 十 其他应记载事项 其项各款记载事项 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核准免于记载者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第十二条之二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四条 制造或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 起满人里继续制造或输入者 应于期限届满 至日前二个月至六个月内 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展研 每次展研期间不得超过五年 借其为办理展研或不准展研者 原许可证失效 由中央主管机关刊登政府公报 在前向许可证有效期间内 基于维护动物人体健康 或其他重大原因 中央主管机关得重新评估 该动物用药品 并限制其使用方法范围 必要时得废纸前向许可证 中央主管机关为审查 输入动物用药品许可证出申请展研 依前向规定重新评估或因应 其他实际需要 得派源至该动物用药品 至国外制造厂查核之 所需费用因依相关法令规定 并由经营该动物用药品 至输入业者负担 宣读完毕 第十四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增定第十四条之三 第十四条之三 学术研究机构或动物用药品 制造业者 士气动物用药品样品 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 得免申请检验登记及核发 动物用药品许可证 其因于核准式 及职动物用药品样品容器上 粘贴中央主管机关核发之专用标签 且不得已做他用 前项动用药品样品执行田间试验 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时的为之 第一项核准之程序 应检附文件 核准条件试制场所 专用标签粘贴方式与前项核准之程序 应检附文件 核准条件试验场所及其他应遵行事上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 增定第十四条之三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六条 第十六条 制造动物用药品应于动物用药品制造厂为之 但经中央主管机关议第十四条 至三第一项规定核准是记者不在此线 动物用药品制造厂 应依动物用药品制造厂设厂标准设立 并依有关法会办理工厂登记 前项设厂标准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工业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 第十六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六条之一 第十六条之一 动物用药品制造厂设厂 应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使得委托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物用药品 前项委托与受委托制造 应具备之资格条件 核准之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宣读完毕 第十六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应向所在地直辖市或 县市主管机关申请 经审查合格并核发动物用药品 贩卖业许可证后 使得登记营业 前项许可证有效期间最长为五年 期满人领继续贩卖者 应于期限届满出日前 二个月至六个月内 向所在地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申请合准展颜 每次展颜期间不得超过五年 借其为办理展颜或不准展颜者 原许可证失效 前二项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许可证 应具备之申请资格条件 合发补发 换发展颜废止 许可证应记载事项与 变更登记 营业场所之设施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成立或贩卖之动物用药品 需源自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并已能证明其来源者违宪 宣读完毕 第十九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增定第十九条之一 第十九条之一 动物用药品之标示 宣传或广告 先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或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使得为之 前向动物用药品之标示 宣传或广告中 不得表示暗示或影射 具有超越登记内容范围 虚位夸张之成分或效能 非动物用药品 不得为具有预防治疗动物疾病 或促进调节动物生理技能之标示 宣传或广告 采访报导或宣传 其内容暗示或影射 具有治疗预防动物疾病或促进 调节动物生理技能之效能者 市委前三项锁定广告 宣读完毕 增定第十九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十条 第十条 动物用药品应连贴标签及附加访单 但应致爱男性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以其他方式提供标签或访单者不在此线 宣读完毕 第十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21条 第21条 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不得分装动物用药品 但输入大包装动物用药品于分装前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且符合下列规定者不在此线 一由今核准登基之动物用药品制造厂执行分装 二以原厂牌贩卖 三标签访单处一第十二条之二规定记载外 并应记载负责分装者之名称地址 四 粘贴分装标志封间 请向淡数之分装应由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派员监督之 宣读完毕 第21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24条 第24条 经合准制造之动物用药品如输出国外时 应于输出前由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申请中央主管机关发出书 发给输出证明书 宣读完毕 第24条 第24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32条之一 第32条之一 动物用原料药 已提供或授予制造含有该项原料药师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使用为限 但输出动物用原料药 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得授予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而转售制造含有该项原料药师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 且每批已转售一次为限 宣读完毕 第32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32条之二 第32条之二 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及输入业者 应于每年1月及7月底前 将前6个月制造或输入 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动物用药品种类 数量销售量及销售对象等资料 报警所在地直下市或县市主管机关被查 并将该资料保存3年 直下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应于每年2月底及8月底前 将前校资料汇报中央主管机关 宣读完毕 第32条之二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32条之三 第32条之三 请处水产养殖业者及饲料制造业者 不得将下列制剂或药品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 以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锁定动物用胃药 而动用禁药 三请二款以外 来历不明之动物用药品制剂 四人用药品制剂 五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药 有下列其行之一者 不得移动转让或供屠在 为使用而加工或使用 一 禽畜水产类动物上市前 经检验含有特定动物用禁药 二 前款情形以外之禽畜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 及其他供食用之产品上市前 经检验未符合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之规定 禽畜水产类动物经检验有前项各款情形制衣者 得申请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重新检验 属前项第一款之禽畜水产类动物 其申请重新检验并依于一定期间内为之 未于一定期间内申请重新检验 或经重新检验不合格者 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 因令禽畜水产养殖业者 于期日内为化制堆肥销毁或其他必要制处置 禽畜水产类动物或其乳蛋 及其他供食用制成品 有第二项各款情形制衣者 应由禽畜水产养殖业者明确标示已公辨识 第二项第一款是特定动物用禁药 第三项是一定期间其前项标示方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第三项重新检验所需费用 应以相关法令规定 并由禽畜水产养殖业者负担 宣读完毕 第三十二条之三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三条 制造或输入动物用未要或禁药者 除有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 但数锁定情形外 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四百五十万元下罚金 犯前项之罪 因而致责于死者 除无情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重伤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因过失犯第一项之罪者 除三年下有期徒刑 居易获科新台币五十万元下罚金 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 宣读完毕 第三十三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新台币二十万元上 一百万元下罚金 一违反第十四条之三 第一项规定 将市计之动物用药品 量品移作他用 二违反第十四条之三 第二项规定 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擅自执行田间事严 三违反第十九条之一 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 为动物用药品之标示 宣传或广告 四违反第十九条之一 第一项规定 非动用药品为相关项能之标示 宣传或广告 五饲料制造业者 违反第三十二条 之三第一项规定 将干项各款锁定药品或制剂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 饲料制造业者 于一年内 再次违反第三十二条 之三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第一款制定 四款锁定药品或制剂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 处新台币150万元以上 750万元下罚款 有第一项 第一款第二款 第五款或第二项行为 指危害人体健康者 处清零下有期徒刑 得并科新台币250万元以上 1000万元下罚金 违反第一项第五款 或有第二项规定情形者 主管机关应公布 该业者之名称地址 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 宣读完毕 第39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四十条 第四十条 有下列各款情形制衣者 处新台币9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罚金 一 勤处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 违反议第三条之一 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处方药品质买卖条件 使用方式 处方签记载事项 保存或贩卖应记录资料之规定 二 违反第七条第三项规定 擅自转让或转收自用原料 三 违反第十二条第四项规定 将专供输出之动用药品 于国内贩卖或饮作他用 四 违反第十三条规定 擅自变更原登记事项 五 违反第十四条之二 第二十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三项 或禽畜及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员 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 六 违反第十四条之三第一项规定 位于核准试器之动用药品样品容器上 粘贴中央主管境外核发之专用标签 七 违反议第十四条之三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专用标签粘贴方式或试验场所之规定 八 违反议第十六条第三项锁定标准中 有关厂房作业场所 检验场所 储存场所之建筑 环境设备设施或措施之规定 九 违反第十六条之一第一项规定 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 擅自委托其他制造业者 制造或接受委托制造动用药品 十 违反第十七条规定 为聘请受医师或药剂师 十一 违反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为取得许可证额擅自营业 十二 违反一第十九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许可准之变更申请 悬挂处所 推销员服务证或识别证之制发 佩戴出事停业 副业或卸业之申报 药品管理技术人员之资格训练 营业场所之环境设备 药品之储存运送 操作或登陆 证证义务不良反应 案例通报或贩售资料提供之规定 十三 违反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 成立或贩卖非源自动物用药品贩卖业者 或动物用药品制造业者之动物用药品 或无法证明其来源之动物用药品 十四 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分装动物用药品 十五 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一项规定 或违反一同条第三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样品赠品之标示 不测之设置 记录或保存之规定 十六 勤处或水产养殖业者以外之人 违反一第三十二条锁定准则中 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 用途用法用量提要其 注意事项使用者资格 不测之设置 记录或保存之规定 十七 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一 或第三十二条之二定项规定 有前项第五款违反第十四条之二行为 指危害人体健康者 处七年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币二百五十万元以上 一千万元相罚金 违反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 违避妨碍或拒绝提供不符合本法规定 动用药品之来源相关资料 或提供不实资料者 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相罚还 宣读完毕 第四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增定 第四十条之一 第四十条之一 勤处或水彩养殖业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相罚还 一 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第一款之第四款 所定要品货制剂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 二 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二项第一款规定 将动物移动转账或供屠载 为已使用而加工或使用 三 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三项规定 为已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命令 于七日内为化制堆肥消费 销毁或其他必要之处置 勤处或水彩养殖业者 于一年内再次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一项规定 将该项第一款之第四款 锁定要品货制剂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者 处新台币五十万元以上 二百五十万元相罚还 有第一项第一款 第二款或前项行为 是危害人体健康者 处青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克新台币二百五十万元上 一千万元相罚金 违反第一项第一款或 有第二项规定请行者 主管及管因公布该业者之名称 地址负责人姓名及违规请节 宣读完毕 第四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增订第四十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现在请宣读增订第四十条之二 第四十条之二 勤处或学校养殖业者 有下列各款进行之一者 处新台币三万元以上 十五万元下罚还 一违反一第三条之一 第四项锁定办法中 有关处方药品之买卖条件 使用方式或处方间保存之规定 二违反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 三违反一第三十二条锁定准则中 有关药品之使用对象 用途用法用量提要其注意之项 使用者资格不测之设置 记录或保存之规定 四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一项第五款规定 将动物用或人用药品原料药 使用于动物或动物饲料中 五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二项第二款规定 将动物或其产品移动 转让货工涂载 为使用而加工或使用 六违反第三十二条之三 第四项规定 为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方式 标示 违反前向第一款之第四款规定者 主管机关应公布该业者之名称 地址 负责人姓名及违规情节 宣读而必 征定第四十条之二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三条 依本法查获之动物用猎药 为议第二十九条规定 期限改制或退货者 得没入销毁之 宣读而必 第四十三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那么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 没有意 那么因为本案宣读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现在休息 下午继续进行删读 那么报告院会委员吴毅琴 针对就业服务法第五十二案 删读后感言之书面意见 列入公报记录 现在休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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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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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